立陶宛个别政客 恶意造谣污蔑 只会让人更加认识到 信义二字 离他们有多远 立陶宛背信弃义 固然可恨 但更可悲的是 犯下错误 却还百般狡辩 混淆视听 国际社会和历史 终将做出正义的宣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